犹太利今天是育月节 严格说来是昨天晚上六点钟 开始的育月节 这个旧约3300到3500年前 这个摩西带以色列人 出埃及最后过了红海 当年的那个 要好像躲过一些灾害 所以每个家门涂上 这个育月节羔羊的血 这个圣经的故事 我想大家听过 突然之间好像跟我们这个礼拜 每个家庭有点相关的 对不对 是 其实现在每个人 也可以这么讲 每个人都想拿到这个免死牌 或者免感染的这个牌 每个人都想逾越过去 但是看起来这次疫情 真的是不分这个穷富 我们看到很多达官贵人 英国的首相 到英国的这个查尔斯王子都感染了 包括有很多这个穷人 所以每个人都想真的是拿到这个免疫 那这时候最大的最需要的是信息 再过几天 就是星期日 就是我们的复活节 也是在美国这样子一个基督徒 占人口很大比例的这样的一个国家 众人来庆祝 这个主耶稣基督复活的这样的一个日子 我们常常听到说有人自称自己是CEO 那我就问他说是什么叫做CEO 就是Christmas and Easter only 就是他说他是 没有这个圣诞节和复活节才去教会的人 那就是CEO 那么你就可以看到说 其实在美国的文化也好 在很多人的宗教信仰也好 对于圣诞节 更重要的是对于复活节 他们是非常的重视 基督徒是庆祝主耶稣 他死了以后三天内复活 那不信耶稣的人呢 他是庆祝春天的到来 对不对 要去结彩蛋啊 或者是怎么样 就是好像一年当中这个生机开始盎然了 又有新的盼望 那么这一个节点 实际上对于我们所有的人来说 心里都是一个盼望 为什么股票市场星期五休市 你说哎呀 那当然就是纪念Good Friday受难日嘛 对不对 这个其实是一个compromise 你知道当初那个 现在可能还是啦 但大部分的交易员是什么人 犹太人 大部分的大盘 这个投资进出的是什么 是犹太人 所以他们就说 基督徒就说 我们要放礼拜一啊 礼拜一因为是Easter的过一天 对不对 大家庆祝完了这个复活 那犹太人说不行 我们要放礼拜四啊 礼拜四 逾越节那个才对我们有意义 干脆就放礼拜五好了 所以讲好听是Good Friday 好得要讲 坦白了就是 这个大家谈不拢嘛 就那天好了 但是这个对这个市场 也有个很大的意义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星期 通常就是Wall Street的 Feel Good Week 如果说这个礼拜都不好的话 他犹太人说 哎呀我天哪 我民族都被拯救了 我还在卖股票 我是人嘛 从药的角度来说 首先我们看到说 本来人民的希望 就是瑞德西伟在北京在做这个临床 本来应该在这个时候呢 他在临床的就应该有消息了 特别是说如果效果比较好的话 那么FDA是允许他可以提早结束临床实验 开始投入使用的 很可惜我们并没有等到这个消息 说明这个人民的希望呢比较渺茫 那么另外一个药呢 就是在中国也测试了 在美国也测试了 这个药叫做枪击氯葵 那么他和这个ZPAC 这个阿奇梅素一起来使用的时候呢 的确在某些人的身上有疗效 甚至是连纽约州的州长库莫呢 他也说啊这个药现在在某些的例子上面呢 就看到说有疗效 但是呢FDA还没有正式来批准 专门来治这个新冠肺炎 不管怎么样啊 我觉得这个是朝好的方向发展 但是呢我特别要讲一个呢 是我们福利盟事 对于这次疫情的特别贡献 你可以想象一个造汽车的公司 他可以利用他的汽车零件 就可以马上造出呼吸机 成批量的生产 并且投放到我们的医院里面 那么这家公司呢 就是大名鼎鼎的特斯拉 那么特斯拉也是我们福利盟市的土产 这就反映出一个国家的实力 和一个全民动员以后 所展现的这个惊人的速度 硅谷这儿 这个人数好像的确开始下降 其实这个 这个你如果看那个中国科学院 有个院士叫王晨 他其实也说过 他说美国其实这种控制 大量的那个曲线 一下子上来之后 他说实际上 这对于整个的疫情的这个发展 实际上时间是缩短了 他们很快获得免疫力 然后呢生产会恢复很快 这是其实是另外一面 当然我们说 美国巴不得也有这种 就是说限制social啊 或者甚至是influence 但美国做不到 所以你看到美国曲线 一直在往上冲 所以呢确实是看到很多人 包括死去的人很多 这个也是真的是满赛的一些事情 但是从另外一方面呢 他可能就是也没有办法 通过这种方式 是很快的又获得一个turning point 拐点 然后就很快下来 所以他整个的这个last时间 要比你慢慢的去那种限制啊什么的 那个时间要短 其实这种model的话 也许是他觉得还是可以接受 至少对他的经济冲击 他也要考虑 如果从这个overall来讲 就是说虽然真的是牺牲很多人 真的是确实是很痛心 但是就是说他整个一个从这个社会承受力来讲 高炮也是一个另外一个方面 就是不得已的选择 美国现在基本上是在处理一个 我叫做双峰海啸 对吧 第一波峰就是疫情当中的确诊人数 第二波峰就是这个失业潮 那这个失业潮严格说来 那政府现在也有一些措施 刚才大为讲到这个华尔街 现在稍微好一些 不过四月份我们大家都知道 还要稍微小心一点 因为四月份应该是季报 季报出炉的第一个月份 我觉得现在基本上就是世界 有三个平行世界在进行中 先从最差的讲起好了 就就业的这个情况 失业的人数也好 还是被减薪 我的行业因为我是服务 这个中小企业比较多 我真的有一些客户 是全公司被雷奥 但是他也不说他关门 他就全公司雷奥 为什么呢 就赶快把你这些人拿去 拿失业救济金 对 不养你们了 但可能过三月再 这个是最差的那个世界 那餐馆旅馆航空 我们就不用提了 中间这个世界呢 就是这个疫情的 好像有好有坏 我们也听说有些好消息 有些医院呢 开始比较那个空了 其实坦白说 在纽约地区的医院呢 他空出床位 不见得是好消息 起码是床位空出来了 我想大家都明白我的意思 有些人是走出去 有些人躺出去的 但是有一个 另外那个第三个世界 就是简直是离奇 有一个基金 避险基金 他在过去的三个礼拜 赚了40倍 不是40% 是40倍 大家可以想象吗 就是有一群人呢 是大捞那个钱 而且你如果看 那个股市的这个量 还有他的这个pattern 很明显的就是炒家 现在正是赚得不亦乐乎 所以这三个平行世界 实在是很难想象 但是我个人是觉得 总有一天 这三个平行世界 还是要合在一起 我们根据过去三个礼拜的 失业的申请救济的人数 第一个礼拜是300万 第二个礼拜是680万 第三个礼拜 就是这个礼拜是 刚刚今天早上播出来 是620万 所以加在一起 是1700万 那么1700万人口失业 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 在1930年代 整个美国大萧条 那么他们整个美国的 失业人口只有1300万 现在是1700万 当然现在的整个的国家的人口 要比过去要来的多 估计在未来的几个礼拜 我们仍然会看到更多的人 去申请失业救济 那么现在的话呢 实际上呢 你还记得这个 国会批准的川普的 这个整个的一个纾困计划里面 一共是这个2.2万亿的 整个美金纾困计划 其中有3500亿 是给中小企业 那么这个钱怎么发下去 实际上呢 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 非常有争议性的一个讲法 那么有一些的话呢 是说鼓励大家都去申请 这个纾困的这个贷款 那这个贷款 讲是讲贷款 很多人就说 这实际上是白给你的钱 因为假如你将来还不了的话呢 他会把这个债务免除 所以呢 搞得大家一窝蜂都去申请 以至于呢 现在这个 我们叫做SBA Small Business Association 美国的这个中小企业管理局呢 他们就是这个处理的速度跟不上 所以呢 就造成呢 有一些的民怨说 我现在是等米下锅的 这样的一个紧急贷款 你们已经国会拨下来了 可是我还拿不到 以至于我必须要来遣战员工 这是 简直是太不人道的事情 那这个完全是政府的无能 因为美国的经济 都是以中小企业作为骨干 而不是那些大公司 所以的话呢 当这个笔钱发下去 真正能够缓解这些 小企业他们的困境 那实际上 是为将来的复工 和经济的复苏 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所以基本上来讲 你现在看见这种结构性实验 因为这是第一次 基本上是政府跟大家讲 都别动 回家就地避难 所以它是有个系统性的 那当然我们比较乐观的就是 希望这个做策划的呢 既然是系统性的就地避难 所以系统性的这个实验 看是不是可以稍微 系统性的复工啊 这么多人 你要大家一个一个重新 重新来 那可以得搞很久 所以系统性的复工 就比较有可能像 前联准局主席 Bernanke说 是一个 sharp recession 看何不可以变成一个 rapid 一个迅速的恢复 股票前面 过那个过山车一样跌 是因为大家看不到底 现在正因为这个金融 可能这个股票市场 已经看到了这个疫情的底 其实你说的这个复工 还是取决于这个疫情 什么时候结束 但是我觉得现在呢 有一个希望就是什么 其实有人在测了 就是说 这次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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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rona virus 实际上说有很多人 在不知情况下 也没有症状 都已经感染过 而且都已经就是说 产生抗体了 所以呢 现在呢 有一种检测 就是非常快 检测你有没有抗体 如果有抗体 有抗体的话 你就可以release 可以在这个自由世界 可以 可以复工了 先 先靠这批人 开始复工 其实首先 大家现在 先看说 什么时候到顶 因为只要到顶了 或者快到顶了 大家第一个心中 就比较稍微安定一点 对吧 至于是不是真的开始 过了拐一点 往下走 那个还是其次 这个99000块收入以下 许多人都可以有 一个月1200块钱 可以拿四个月 但是与这个独立的 就是中小企业 它是按照 它的这个发薪水 像刚刚讲的 这个 平均每个月 这个薪水 付出去的这个规模 它给你两个半月 中小企业 然后呢 如果你75% 是用来 在薪水上 那么你所做的贷款 基本上是可以撤销的 有些business 根本接不完单 赚不完的钱 walmart 一个公司要害 15万人 15万是一个 小型国家的人口 那 所以就说 但是有些像 这个Jerry刚刚讲的 另外一个极端 就是餐馆 我觉得有些行业 可能很快就恢复了 他也可以拿这个弄 但是有些 他根本就是 未来两三年 可能就是奄奄一息 他拿那个弄干嘛 他不如现在就收掉了 现在最可怕的 其实这些 就是他根本看不到 light at the end of the tunnel 那有两条 我可以来跟大家讲讲 我们这个戏骨 是不是已经曙光在即了 首先呢 我们加州的州长 他就捐出去500个呼吸机 给联邦储备 然后由联邦储备呢 来配发 还有呢 他也放出话来说 加州会发放 两亿只口罩 给加州的各大医院 那么口罩实际上 现在已经是 千金难求的一个 紧俏物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 在昨天 我们福利盟市 就发生了一起 惊天动地的事 就是由加州的司法部 来到福利盟南部的 一座仓库里面 进行搜查 一共搜查到 5万只囤级的口罩 于是的话呢 就是惊动了很多 华人社区的人士 包括有一些呢 他们是在拼命的 这个收集口罩 然后准备成批量的 去捐赠的 他们也怕引火烧身 所以今天还特地 跑来问我说 会不会那些的警察 会来抓 那么请求市政府呢 就是借一个仓库 给他们堆放这些 要将要来捐赠的 这些口罩 以免的话呢 他们落入一个囤级 贩卖 轰抬物价的这样的一个罪名 他们可以根据 朝阳区群众的举报 可以进入到一些商家 来进行搜查 一旦发现有这个囤级的这些 PPE吧 就是防护用品 他们有权首先先征用 然后再看情节 是否对于这批囤级的 这个物资的物主 进行控告 应该是合适的 是吧 只要他执法不过当 所以我想问一下囤级手指 算不算呢 哦这个一定要抓了 我认识很多人家里的 那个toilet paper TP啊 现在说 TP大概可以用三五年 OK 算在他家再生八个孩子 还都有 我读了一个报道 说那个 他说实际上 为什么人囤级手指呢 就是 就是因为就是说 他平常人都办公 就是在公司里去 consume那个手指的 那个supply chain的 这个channel 跟这个家用的不一样 所以人呆在家里呢 所以大部分用这个 所以说 这些retailer 就是给家用的 他们也不想扩展 他们的库存 所以呢 因为疫情过后 他们库存投资 就等于白投资了嘛 所以说 他们现在还保持 现在这种状况 所以就是说 就是说 你的这个手指 可能还是一个 那个货架 可能很快就会空 但是有一点 就是说 你可以去买那些 比如说那些 那些那些 那些麦当劳啊 他们用的那种手指 那大口的那些 那些据说还是可以的 就是你能买到的 在Amazon上 我想这个囤积手指 这个事情 是不是也跟这个手指的 就是他体积比较大有关系 你想首先 他库存的成本非常高 对吧 他其实卖不了多少 一个人就要拿这么多 再一个 我觉得当时 大家有这个恐慌心理 也跟他体积有关系 你想一想 你进了超市以后 因为大家都觉得 我要再加一段时间 这个是肯定要必备 但是这个占 整个购物车的体积 相当不成比例 对吧 他价值不高 但是他一放进去 车都满了 大家一看 所有人都在买这个 咱也得买 所以这个造成了 一个挤兑现象 公司的话 你会赶着进酒 还是进卫生池 想想 对不对 那当然是酒 你看酒价 从来都没有空过 对 因为那个东西 那么小一点点 什么30块 50块 那个我还就像 对 许长讲 那么一大包 什么10块 那谁要搞 我们基本上是想办法 再用理性来分析 一个非理性的行为 我到现在还没想清楚 这卫生池 为什么要这么紧张 好像现在稍微 稍微好了一点 是吧 其实我 我觉得还是没活 还有顾客 是跟做这个行业有关的 他们说 其实不是没有纸 是没有那个包装的塑胶 来不及做 他说 因为 还有牛奶是一个最近最吵的话题 对 但是现在美国资本主义的伟大 就是他当都算得很精准 多少是 wholesale卖给餐馆的 多少是卖给做起司 多少是卖给消费 消费一下子给你来一倍 哪有那个纸壳 根本来不及做 对 这个That's the problem 但是这个慢慢已经赶上 而且呢 伟大资本主义 这个消息出来以后 就有一些人 他们却大量的收购 威斯康辛州 一顿 什么十块钱 那个卖给你啊 那个牛奶 你只要拉走 拉去干嘛呢 做成年的 是不是应该让市场去调节 这样的一个需求和供应 我们原来 其实中国很早期的时候 就有投机捣把罪 实际上后来证实 就是说商人的价值 其实在这个时候 仍然是可以显现 你别说他囤积 他其实是真正能把这些 所有的需求和供应 连接到一块 他们其实是劳动了 其实这个事情有一点点吊诡 也许让这些自由市场发挥作用 当然会让人觉得说你是不道德的 他是因为他是谋利的 但同时有可能他们会缓解 我们还是相信一个自由市场 它的集体供需当中的一个自由平衡 那一般来讲这样还是对的 因为想想看 如果你真是靠来一个计划 谁能计划这么多事 那肯定是造成极大的瓶颈 所以虽然在这个时候会有一些供需失调 但是一般说来应该很快会重新达成平衡 只要有一个机制 它禁止系统性的操作 那个其实也不是只有经济 对吧 如果有人系统性的囤积操作 把那个去除掉 一般说来它应该很快会达成一个平衡 不管是你各样的所需要的物资 还有日常 应该是这样才对 其实我觉得最害怕的可能是囤粮食 这个确实是 这个资源 因为粮食资源确实有限 我记得前几天有国内的那种自媒体的 在跟国内提的针对他们说 中国的存储的粮食是足够的 所以不要存储 刚才Will你说的这个是袁隆平院士吗 就是做杂交水稻的院士 因为他其实很多年来写过 这个专乱文章 就说中国其实是一个粮食小国 其实没有办法自给自足的 但是最近他出来 当然我们知道 你也知道中国是 他为什么这个时候出来 他就说其实中国的粮储是够的 我看了一下 央视最近又把三年前的旧新闻搬来 就是说在湖南有一个试验田 他们种的水稻高达两米以上 比人还要来的高 然后他的这个母产可以达到 每亩1000公斤 那么这当然是非常好的消息了 但是他在这个时候放出来 他就是要来安慰别人 说这个的确不需要来担心粮食 那我们的这个产出是足够的 我一开始以为这又是人民日报 这个母产万斤的这个放卫星了 结果我去谷歌了一下 发现真的是只有这回事 实际上它不是一个新闻 早在这个2011年呢 他就开始来推广 说这样子的一种的水稻呢 有它的优势在里面 但是呢 它的缺点是在于什么呢 没有这个合适的收割机来收割 然后呢 也没有办法去处理这个多出来的这些的倒接 那么这就变成了一个问题 所以我相信呢 就是说他这个时候放出这个新闻来 一定是希望大家不要引起粮食短缺的恐慌 去紧急去抢粮屯粮 通过自己自驾游的经验都知道 人家说农业拼的是什么 农业拼的是水资源 基本上水多农业就强 对吧 美国这地方是太大了 首先太大 然后确实雨水 我们就从这儿随便你走130也好 5号公路也好 101也好 你就看吧 旁边的凉田万寝 那这不是吹的 中国的凉田在江浙一带 全扮成工厂了 因为要加工世界工业 成为中国这个世界工厂 所以实际上很多都荒废了 最近最让我们关心的实际上是 他跟WHO 跟这个 他指控WHO实际上是 站在中国一边 然后在整个疫情方面 就是说 迪雷了 就是它是个政治组织 不是个专业组织 没有提供专业性的帮助 这实际上是我觉得值得关注的 这个话题 我也是有还蛮强烈的感觉 因为这个世界卫生组织 应该是一个专业组织 但是在我们的节目里头 我们还没特别去做所有的追踪 随便几个素描 几个镜头 几张照片 和一些简单的报道 你就看得出来 世界卫生组织 他相当的离开他的专业身份 做一些质贬 他身价的一些动作 我觉得这个是 我相信稍微注意观察人都会看见 比如他其实现在又回过头来 这个又在批评台湾 所以台湾现在又开始 外交部在正式抗议 他说台湾基本上做很多攻击 所以我觉得世界卫生组织 最好是赶快自己要做一点检讨 美国说的也没有错 虽然话不是很好听 其实现在有很多人联署 要罢免这个谭书记 他老师说话 替习近平说话 其实就专业来讲 确实世卫组织全球都爆发 他一开始没有发这种信息 甚至他说 中国你们不必要中断 航空什么这些没必要的 但是实际上看起来 后来看起来是有必要的 虽然美国后来的疫情 是因为欧洲传过来的 但是这种措施还是有必要 他们早期的这种预警 确实是不够的 这样造成了 其实我觉得现在来讲说 政府也好 什么也好都有责任 但是就是世卫组织也有责任 就是说你没有去 从专业性把握 这个事情有多严重 最后发生了你去claim 那没有多少意义嘛对吧 你应该走在前面去预防这种措施 这个你刚才讲的一个有意思 你说也许他 大家在考虑他是不是该换掉 我看该换的还不止他 这个比如说 这个有些国家的外交部发言人呢 这个说了一些奇奇怪怪的话 引起国际之间的一些 一些这些负面的情绪 对吧 那么还到最后呢 就自己找个台阶下 说是个人义愤 那其实这也该换掉 因为他完全不能代表那个国家 既然是个人义愤 他已经承认他个人 你看在美国 那个代理海军部长 他在开除 这个美国的航空母舰舰长之后 他说了一点个人义愤的话 当天晚上就被迫道歉 第二天就鞠躬下台了 对吧 这就是一个有担当的社会 一些舆论上给他的一些公平 公众的评论压力 所以我是觉得像某些国家的 这个外交部发言人的个人义愤 他已经承认他失言 其实他就应该下台鞠躬 免得再犹辱那个国家 他这有个调诡的地方 就是说他的那个职务责任 其实是有一层是表象 有一层在后面我们看不到 所以他是两张皮 我觉得美国人特别 要在中国人看起来 觉得非常的天真 对吧 你每年交WHO这么多的会费 川普总统他就是说 讲的非常的实际 就是说我们每年给5亿美金 中国每年给4-5千万美金 可是为什么世卫的所有的决定 都是以中国为中心呢 这个其实说你说这个难道你还没有看出来吗 其实我要觉得说任何关注疫情的 如果咱们即使翻回去所有的新闻 你看一看WHO所做的官方的所有的announcement 有没有一个是不是favor中国的 没有一个都没有 真的是一个都没有 大家要仔细看的话 所有的travel ban的recommendation no不要千万不要和他断航 他都没有事没有人传人 然后直到中国疫情一控制之后 世卫宣布 现在已经是pandemic 那个timing那个时间 我觉得不能不把它做政治化的解读 如果说美国到今天为止 还在犹豫这个事情的话 太天真了 在国际场上 这也是个事实 就是你如果都不说话 就代表你的默许是你同意的 所以我觉得美国当然应该要帮助世界卫生组织 恢复它应该有这个形象 不然的话就换这个秘书长 再不然就这个组织考虑改个名字也可以 是 其实他还是有一个英美传统 就是说无代表不纳税 对不对 我们既然大家一起凑个份子做一个事情 你做的这个事情完全不为我服务 我干嘛要交这个钱 就这么简单 春天的这一周到了 然后复活节也到了 大家开始谈不同程度 在什么时候可以部分的复工 对吧 然后联邦政府的经援 和整个救济措施 虽然一时有点混乱 但是我们相信 应该很快的也会开始有些进展 那这个同时 大家也慢慢看清楚 有些这些可笑的非理性的一些 一些社会行为 包括囤积这个 囤积那个慢慢也有些制衡的机制 然后他有那么另外就是有一些机构 他也是有点言行脱序 其实也会慢慢受到评论 据说我们还是对整个社会有一个信心 相信在混乱当中呢 慢慢会回复该有的秩序 那当然也希望大量的这些失业的人潮呢 能够在这一波之后慢慢各就各位回复 当然我们不会天真到以为是 马上行空万里 但是确实也希望 也相信最坏的时机 希望我们在这个当中 不会再退 再太久了 因为毕竟再过几天 就是复活节了 对吧 将来 两参加 三叶 一 四 二